天災是把問題導出來 但是結構是台灣的地址 我們下面的管線規劃 不能怪給天災 我們好像沒有什麼長遠規劃 當時北翠原水管 柯文哲願意這樣做是啥子 但是做的是對的事 不要只做亮點政治 正式也要做 大家能想像那個六七百年的城堡 我們住在裡面 它的 它外面沒有任何一根電線 跟電桿 它也沒有任何什麼需要抽水費 在古羅馬時代 他們對於建築物的要求 就知道把地向湘海 裝設在城堡的下面 而且不是大家想像那種 一條細細的那種水管 是很大的水管 可以讓車子進去 只是一個名義代表的角度 看到就覺得 Amazing 很厲害 很厲害 就不用做會堪 那個電線要往下拉 地下花 污水一下 要接那個衛公館 這類的 對他們而言 我就覺得他們的一切好像 到底是什麼時候就已經想好了 或者是什麼時候就已經規劃好 難道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人 他們就已經規劃好現在這個樣子嗎 所以回到台灣現在天坑平傳 然後我們的賈市府 李副市長居然說是 極端氣候 天災造成 其實只講最一半 我們要平心而論 天災是把問題導出來 但是結構是台灣的地址 我們下面的管線規劃 還有我們的圖資的建設 為什麼挖了以後 只要碰到大水就會 土壤流失 為什麼只要建案一多 重車一壓就會有天坑 這不能怪給天災 一定就是先天不良後天失調 所以我們要去參考歐洲人家 對於城市建設的這種扎實 我們好像沒有什麼長遠規劃 沒有 長期規劃 我們就是現在看到這樣子 我們就現在先解決 眼前的這個問題 以後怎麼樣以後再說 對 所以當時北水原水管 柯文哲願意這樣做就啥子 但是做的是對的事 然後衛生管系的接管 台北市也是全台灣接管率最高 這其實也是對的事 所以就是不要只做亮點政治 你煙火放一放大家很開心 我昨天有去看 就是煙火要放沒關係 那民生 大家需要開心的時候happy 可是正事也要做 就是不能本末倒置 然後大家就說只追求小確幸 其實那個是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 這件事情的天坑事件頻傳 市府一定要謹慎面對 我相信不管是理副市長 還是蔣萬愛市長 他們的國際觀 他們走過的路一定比我們更多 他們不會不曉得 我們在說什麼